交通部觀光署原本訂出今年一千兩百萬 外籍旅客來臺的目標 不過交通部長王國才今天證實 因為溝通陸客來臺的狀況不如預期 中國對於團體旅客或是自由行旅客 不讓旅客來臺的態度 是比預期還要堅定 將會下修目標 在沒有陸客前朝全年一千萬旅客目標 邁進 觀光署長周永輝日前估算 二零二四年原本估計 有兩百萬到兩百五十萬名陸客來臺 但因中國持未開放 估計全年來臺旅客可能因此減少 落在九百五十萬人左右 距離去年訂定的一千兩百萬人 有一段落差 交通部長王國才證實 中國對於團體旅客或自由行旅客 不讓旅客來臺態度比預期還要堅定 因此全年目標會修正為一千萬人 旅遊業者回顧二零一九年疫情前 中國來臺旅客佔外籍旅客三成 另外過去很常來臺灣的日本客 也因為日幣大扁 降低出國意願 來臺人數也跟著減少 面對兩大客源市場流失 觀光學者分析 顯示今年一月來臺旅客 韓國單月十一萬多人為最大宗 接下來依序是日本 香港 美國 第五名的菲律賓單月也有三萬多人來臺 其中韓國旅客多位年輕族群 菲律賓則是以家庭旅遊為多 建議可以對這些臨近區域 提供精準行銷 再加強來臺意願 學者直言疫情後全亞洲都祭出優惠 在搶觀光客 想搶人要對目標旅客 投其所好 另外除追求來臺 觀光人數外 提升觀光產值 旅遊滿意度以及重遊率 才是永續發展觀光市場的目標 記者綜合報導